台民党会呈现什么样貌 的确大家正在陆续关注 柯P也说了下一步 他们准备要抢攻国会的立委席次 预计还要推出10席以上的区域与部分区的立委 至于柯家军名单 包括了头号人选 就是北市劳动局长赖湘林 另外北市府副发言人学姐黄敬盈 还有前北市官传局长陈思雨 以及退出国民党的北市议员钟小平 这些人通通都被点迷 可能会在这份柯家军的名单当中 看到了柯文哲来势汹汹 票源相近的时代力量 还有民进党都严正以待 宣布组党记者会 五党籍议员徐立信 遭国民党退党的议员钟小平通通献身 是否代表入党成为柯家军引发关注 传出柯文哲打算推出 10席以上区域立委跟部分区名单 头号人选就是长期关注劳动议题的 北市劳动局长赖湘林 而柯皮爱将前社会局长许立明 还有高人期的学姐都是幕僚推荐名单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大概不到24小时之前知道的 那未来的事情就乐观其成 没想过啦 在哪里都是为老公做事嘛 在社医院也好 在这里也好 所以我想我就是这个原则跟心境 继续努力 另外柯皮曾经浮选过的 北市府前官传局长陈思宇 新竹前立委徐新颖 还有蔡一芳 跟遭到退党的钟小平也跃跃欲试 柯文哲来势汹汹 恐怕冲击各党选情 柯市长个人是有魅力 可是他是不是能找到足够人才 大家都想看他的名单 部分区的威胁比区域还大 他如果没有选总统 他的部分区要 要把他变成选票 变成席次 我想是不太容易 第三势力空间遭到压缩 小党能不能撑下去 洪慈庸跳出来痛批 影响的不会只有实力 还有本土立委席次 其实我还是要跟 这个柯文哲市长讲 大我跟小我 今天如果因为他的一个职见 导致国民党的韩国瑜市长当选 他对得起讲卫水吗 他对得起讲卫水吗 而阻挡仪是柯正宜保密到家 不过柯黑大将王世坚 早在半年前就大胆预言 独骗骗不如众骗骗 这就是柯文哲主党的心态 留了一个彩蛋 要给郭台铭 郭台铭 台铭党对财团财神 是何等的贴心 柯文哲积极招兵买马 不过自身光环 能否成功转移才是最大关键 记者台北众部导